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近在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但是要说到吹哨者他的身份 是不是可以如川普所愿被公布呢 其实联邦的法律是规定 吹哨者的身份是应该一语保密的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现在在DC 关于川普的弹劾案的相关证人的听证会 现在也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每天我们都还是会有 一点一点的新的消息 来跟大家来做更多的报道 那说完了这个最新的吹哨者的相关消息之后呢 就要来看今天呢 在美国很多个州都有这个 是今天是选举日 是Election Day 那为什么这个Election Day 是一个大家应该要关注的一个选举呢 主要就是因为明年是大选了 那现在呢 在川普这个父辈都这个夹击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这个大选这个Election Day 它在很多不同的州可以是一个 这个弹劾的一个前哨战可以这么说 我们知道呢 其实有好几个州在这个 这个这次的地方选举的结果 是很可能会引发重大的全国的冲击 而美联社他们的解释呢 他们的这个分析就是呢 最令大家要关注的就是 Kentucky跟Mississippi 这两个州的州长选举呢 其实就是这一次 今天Election Day的重头戏了 而川普总统呢 也为此投注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民主党呢 则是相信他们有非常难的机会 可以在一些非常有强厚的这个共和党 后盾势力强大的南方 升红的州来攻城掠地 那我们来看呢这几个是其中几个以下是大家应该来观察重点 第一个就是共和党在郊区会不会一败涂地 郊区我们通常想象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深红的一些这个区域 不过呢 其实在目前的形势之下 其实虽然郊区可能是以农业为主 但是呢在川普的这个执政之下呢 其实郊区的人口组成改变 跟大家对于川普的观感 其实都很可能会改变在郊区选举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如果民主党他增加几席的话呢 就可以成为二十多年来首次控制维吉尼亚州参议会和众议会的这个结果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弹劾会不会对民主党造成反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弹劾对于很多这个川普的这个铁粉来说 是个非常刺耳的一个议题 因为他们根深蒂固就不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要被讨论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弹劾呢 尤其在密西西比 Kentucky还有维吉尼亚这些州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讨喜的 所以在这几个区域的民主党的参选人呢 只要跟这个弹劾是挂上了钩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情势就会有些告急 再来就是少数族裔他们会不会投票 说少数族裔呢 其实就是以这个非裔占密西西比州将近38%的这个数据 其实大家很可以探讨的 因为这对密西西比州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呢民主党的州长的候选人他是一个立场温和的中年的百姓的这个参选人 所以对于在密西西比州他这样子一个形象出现会不会有可能被翻转呢 现在是大家是十分注意的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肯特基州的这个州长的选举了 肯特基州的现任州长贝文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州长 但是在弹劾案一开始之后呢 他其实对川普是非常非常的力挺 所以这似乎也是帮助了他现在的这个选情 那他的对手呢 是这个 一个 叫做 民主党籍的州检察长贝希尔 这是他目前遭到的对手 那虽然他在这个之前 贝文啊 说到是贝文 他因为之前 跟这个工会教室冲突 所以很不受欢迎 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在川普弹劾案之下呢 他是表达了非常坚定的立场 所以似乎这一次 川普似乎对他也是给予很大的帮助 是是川普在数次的对肯特基州的州长的贝文呢 可以说给出了极力的支持 当然贝文呢也是刚才您已经介绍过 他在民众当中的受洗癌程度呢 是相当低的 或者说是历史上肯特基州人们最不喜欢的一个州长 当他再去去参选的时候呢 他可以说是孤注一掷 也看到一些报道指出呢 其实共和党还有其他的一些参选人 但是呢 这些人都不愿意站出来 那么不愿意站出来的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当然这个州长是连任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已经有很多人的认为呢 他们就算站出来 也无法获胜 因为他们认为呢肯特基州呢 已经有部分的选民呢 现在已经倾向于一项共和党 或者是对川普的上台之后的这三年的表现呢 并不太满意 并且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呢 很多的承诺呢 也没有达到川普所说的那样 因为他们觉得呢 那似乎总是说的特别多啊 那么做的并不多 同时呢 民主党这一次还有一个好的有利的一面是什么呢 基本上上一次在肯特基的大选 也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过程当中 有很多肯特基的一些民主党人呢 就并没有出来投票 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胜利 肯特基长期是一个红 但是这一次呢 据说呢 人们踊跃的投票度和热情呢 被激发出来的 人们觉得呢 需要改变 而肯特基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呢 目前的这个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也有非常激烈的支持川普总统的人呢 是踊跃的投票 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呢 已经放弃了去投票的这种议员 那么很多人就讲啊 这一次的肯特基呢 可以预示着川普总统的弹劾案 以及共和党的这些议员们 会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发声对川普总统的不忠 如果肯特基岛的话 那么对于共和党的民众 参议员也好 众议员也好 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信号 就告诉他们 现在民众已经思变了 那么如果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话 对其他的州的影响 以及下一步在参议院 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来讲的话 那么都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打击 当然民主党也并不能够 引起很大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 因为民主党其实目前看来 这几个州所推出来的所有的候选人 都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政治人物 而都是非常非常中庸和平和的 并无法引起选民的每一个人的 这种投票的积极性 这也有可能的促使民主党 并无法享受川普遭到抛弃 或者是川普的选票降低的这个红利 他也不一定能抓得到手 所以这一次不管是如何 肯塔吉的这个选举 可以说是两党在美国竞争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分枪标 是所以今天是这个选举日 那我相信再过可能再过一下子 很快就会得到 就会知道结果 像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的截图 川普他就说 这个肯塔吉的这个选举结果呢 就会对他的弹劾案 给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讯息 所以这个讯息会是什么 但是这个讯息呢 也被很多人解读 为什么呢 川普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长期是一个共和党的州 那么共和党的胜利是必然的 其实对于民主党的打击也不会太大 但是维基尼亚的这一次选举 特别是这个议会的选举 那么影响呢 可能是更重要的 但是川普呢 现在就简单说的呢 是用这个肯塔吉的方式来讲 因为肯塔吉可能 对他比较有利一点 比较有利一点 那么我们也看到CNN呀 还有福克斯呀 都对这一次的报道呢 采取了密集性的一些报道 我们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端倪 有些这个评论人士呢 也指出川普总统经常把保押在 肯塔吉的核心点是 其实并不能够代表 川普总统一定会 就算肯塔吉 或是也并不代表是民意 因为肯塔吉的确 那个州呢是红色的州 共和党的支持力 一向的高 但是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 也许这一次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揭晓给观众朋友们 这一次到底川普总统这几年的执政 在红色的肯塔吉也好 或者是维基尼亚也好 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肯定 这个选票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认定为 对川普三年政绩的一个检验 就是一个report card 在他2020的这个大选之前的一个前哨战 好了我们关心完今天的这个美国的选举日之后呢 我们要再来回头看上个礼拜结束的四中全会 我记得上个礼拜那时候有问马迪先生 还想要再讲四中全会吗 好像可以讲的都讲完了 但是呢没有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比如说呢西方的社会 他们是怎么看四中全会 这当中很多的这个细节 还有很多的这些讯号 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解读 那我们也常常跟大家在荧幕前 跟大家进行交流的 是政评论员邓先生呢 他也常来我们的节目 邓宇文先生 是他今天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其实西方媒体 对于四中全会很多解读 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是的 我记得是自贵的人 我